好除了振兴三倍券之外 农游券昨天是进行了第二波抽签 出炉了 但似乎有太多人同时上线来查询 就导致网站一度挂点 而拿到农游券又该如何来玩呢 世上民众可以搭上安心旅游补助 以及三倍券等等一同来做使用 甚至现在还有大力多 不用拿任何的券 林务局宣布了从七月中到年底 免费让民众玩森林游乐区 民众可以省下荷包 到处玩透透 森林中瀑布倾泻而下 树气瞬间一扫而空 看准国旅如今正夯 林务局阿萨利宣布 从七月中到年底 国人不限年龄都可以免费玩 国家森林游乐区一次 吸引民众来一趟森林域 搭着铁牛车穿梭田野小径 像是暑假如果想来趟宜兰之旅 就可以把政府优惠补助 统统串起来 首先去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免费享受分多斤 接下来再转点到新宝葱体验农场 卷起库馆体验摘三星葱 掏出农油券限折250元 玩累了到一旁休闲民宿住一晚 还能用交通部安心旅游补助一千 彻底省下荷包玩透透 把农村变乐园 农油券正夯 不过19号第二波抽签出炉 没想到农业一游网和农油券专区 晚间却一度挂点 农委会研判可能是突然拥塞 10分钟左右 网站又再度恢复 甚至就连20号凌晨开抢的动资券 一早网站就卡卡 怎么连都连不上 民众抢劝总动员 给政府打了几强心针 就盼振兴力道也能跟着复苏 借动不倒